製作人員 風雨雲 大雨雲 覺得不會麻煩 怎麼說 因為我習慣戴口罩 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傳染 經過一個半月的一個暑假 那我想說這個 我們還是按照這個 上學期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規範規定來做 還是會稍微打開窗戶 大概有15公分的一個距離 然後下課的時候 我們會規定老師或小朋友 把教室的大門稍微再打開一下 那我想說電費 我想這個當然是 我們小朋友的一個安全最重要的 我想說電費 當然就是我們主要會 這個來處理這樣子 教室的部分原則上是保持一個通風的狀況 那會請學校就是在教室的 尤其是對角的一個前後窗的這個部分 至少開啟15公分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讓整個教室的一個空氣 能夠保持流通 外的部分呢 如果能夠保持一個適當的一個社交距離 也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智慧中心所規範的一個距離的話 那原則上我們就不陰性戴口罩 然後我們可以保持一個適當的 5月份 在周年 中央 感谢观看